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他给了一个二次方程的带参数a 不同的a对应到不同的根 α1β1α2β2这样一直下去 我想要算这里的和 首先我们就先利用根以係数关系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αn加上βn都会等于2 但是αn乘上βn 会等于这个负的a平减掉a 这里可以改写负的a的a加1 因此原本的这个和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通分 就变成α1β1的什么 α1加β1 第二项也是可以转换 所以原本的这个求值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 负2提出来 一开始a是1的时候 第一项是1乘2分之1 再加上负2的什么2乘3分之1 接着一直加到负2的100乘上101分之1 将负2提出来之后 后面这一项我们就可以进行分项对销 1分之1减2分之1加上2分之1减3分之1 一直到99分之1减100分之1 好那这边呢就对销 销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呢 是这个100分之99乘上负2 就负198 好所以此底的答案就是这个 那这题呢其实只是做了一些包装 将这个根语系数跟分项对销呢 包在一体 1ö0 2 2 2 4 4